本次提问,为什么团进的武器箱只有RPG和榴弹炮呢? 在站点团进中,武器箱只有RPG和榴弹炮,为什么不加入其他的重武器呢? 比如四连,激光导弹呢?原因有两个 一,RPG和榴弹炮已经足够强 RPG和榴弹炮虽然是老早就加入到火力对决中的 但是他们在团进模式中还是很强的 因为团进模式只能使用武器库里的武器,都是一些常规武器,不影响平衡的 而RPG和榴弹炮都是重武器,只要打到敌人周围,那就是一发一个 属性真的是已经足够强了 加入这两个武器其实已经足够了 二,四连,激光导弹是后加入的 其实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,那就是站点团进上线的时候 那时火力对决也只有RPG和榴弹炮,并没有四连和激光导弹 虽然后来火力对决更新了2.0,加入了很多新的重武器 但站点团进却没有更新到2.0 因此武器箱是肯定不会更新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那就是只要站点团进更新2.0版本 那武器箱绝对会更新 不可能只有现在的RPG和榴弹炮,肯定会加入四连等新的重武器 交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好了,我们下期见哦 我们下期见! 我们下期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